我們可以在個別的視訊的影格上面進行編輯繪畫 或是一些不同的一個文字輸入 來去建立像這樣的一個GIF動畫檔 那增加內容或是移除不想要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細節 那我們也可以用一些筆刷 或是說紡織印章 圖樣印章 修復筆刷等等的 甚至說像污點修復筆刷 我們都可以利用修補這些工具 去編輯這些我們視訊的影格 像這個就是我們利用這個筆刷的工具 然後再搭配每個影格 有不同的一個移除跟增加 去完成一個GIF動畫檔 所以我們開起來之後呢 它的影格的一個效果情況是像這樣子 第一個呢 是放這個位置 第二個呢 它就我們稍微 因為走路會有上下晃動的關係 所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有上有下的一個左右上下的一個交錯 而且呢 畫面呢 就開始從外面呢 開始慢慢的往裡面逼近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完全都沒有任何的一個改變 這是位置上的一個位移 所以同學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把這個 比方說這隻小路這樣移過來 然後到第七個影格的時候呢 我們才開始出現了第一個字 才把它搭上去 所以這邊我們都有分圖層 同學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都有利用這個方式去分圖層 去做一個變換 那這邊呢 因為你想要讓它有閃爍的效果 那就變成一個有一個沒有一個有一個沒有 一個沒有 那我們這邊同時設定的一個影格速率 這邊是設定0.4秒 所以每一個影格所停下來的一個秒數 有到0.4秒這麼久 所以你在Play的時候呢 它就會出現像這樣 有一動一動的一個效果 然後連續動畫 那這邊的一個影格的一個 尺寸的話呢 同學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這邊設是150x150 所以這個是可以放在MSN上面當大頭照的 所以它就會變成 當然這是黑白 那同學相信同學加以巧思之後呢 欸 就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彩色的一個大頭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我們開啟一個新的文件 好 假設我們打200x200好了 好 按下確定 好 按下確定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去選擇我們要的一個內容 比方說呢 我們先選擇第一個 好 那我們一樣去選簡單的一個 利用筆刷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去選擇一個簡單的一個 口徑 好 那我們就先畫出一個簡單的一個笑臉 好 那這邊呢 你也可以開分圖層 好 比方說這邊可以去畫兩個眼睛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再去新增一個嘴巴 好 類似像這樣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邊可以選擇建立視訊動畫 時間軸 我們可以下拉式選單 我們可以建立的是影格動畫 那它就變成是一個一個的影格動畫 好 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去做新增 好 那這邊呢 點選完了之後呢 就可以去選擇 好 那我們點選了這個建立要 單格的影格動畫之後呢 同學就針對這個文字的字 字樣這個按鈕 直接把它點擊進去 那它就會產生了第一個影格 好 那它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所畫的一個笑臉 好 那這邊呢 你可以先設定你要的一個秒數 好 比方說像剛才講0.1秒啦 或是0.4秒 0.7秒 那速度越 這個數字越少 當然動作就越快 好 那這個同學就可以依照你的個人的需要呢 你也可以選其他 好 那這邊你可以自己在自行輸入你想要的延遲秒數 好 完成之後呢 我們來先跟同學介紹一下它可以複製 好 這邊可以點選複製 好 那眼睛呢 位置你可以先設定關鍵一個位置 比方說我們先選到這個圖層2 我們可以把這個眼睛位置先把椅旁邊一點點 它看旁邊 那我想要讓它可以左右看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呢 複製另外一個一模一樣的影格 另外這個影格呢 眼睛呢 我們就可以往另外一邊看 好 所以你可以選擇我們要的圖層2 眼睛就看成另外一邊 好 那如果說像這樣的話 它就變成是兩邊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先取笑一下 好 兩邊就可以兩邊看了 好 那如果你按Play的話 它就會一直左右 好 左右去做這樣看的一個動作 這邊可以選擇永遠 就是不斷的重複 好 我們再來按Play 好 因為它就會這樣一直左右看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你就要取決於說 你看你要有多少個層次 速度怎麼樣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去做一個簡單的補件動畫 好 比方說呢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秒數呢 只用0.1秒 好 那我們可以兩個呢 一起選擇 因為一個左一個右了嘛 好 那按Shift 兩個一起選 這邊可以選擇補件動畫 在這中間我們可以增加5個 好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輸入你想要的那個數值 好 按下確定 你發現它這邊中間真的確實多了5個 有沒有 好 那我們再去看 它就會慢慢慢慢的 中間這個移動的層次啊 它自己會幫你做出來 好 做得非常細膩 好 那我們按下Play來看 好 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去進行你想要的一些 像這樣的一個管理啊 或是複製啊 好 像這樣的一個影格 一個效果 那當然如果你不要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去進行刪除 按Shift 可以連選 然後按Ctrl 可以跳著選 好 可以去選擇你想要刪除的影格 然後再按下垃圾桶 按下4 這樣就會把它刪除掉了 所以只要我們願意呢 去花一點時間 去進行一個繪製 當然如果說我們現在有手繪版的話呢 同學的那個手感會更佳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啊 先把一個基本的一個構圖 先設定好 好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去決定好你想要的一個 每秒的一個影格速率 這邊你可以自己決定 好 那我們可以先設定好你要不斷的重複 好 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去做運用 那我們一開始呢 就可以先把眼鏡先關起來 不要的眼鏡先關起來 那這一隻小象 比方先從外面開始進來 好 我想要做一個MSM的一個圖片的話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逐隔 好 前面是講到的是你可以選擇補鍵 那如果你要逐隔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方式 好 先複製出來 好 移動一下 好 然後再複製一個 再繼續移動一下 好 然後再複製一個 再繼續移動一下 好 再複製一個 再繼續移動一下 好 可以利用這方式來去做運用 好 然後呢 再去複製一個 再把字打上去 那字 欸 位置好像差不多 剛剛好 運氣還不錯 好 所以你同學就可以試試看 好 它就會產生像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 文字你想要讓它再有重複性的一個產生 那我們就可以把眼鏡先關掉一個 再開一個 眼鏡再打開一個 好 用這方式呢 你就可以去做出它有閃縮性 好 Play 一下 好 所以同學可以不斷的重複的去 好 像它這樣就有產生這個效果 然後它就會產生這樣子 欸 不斷的 因為是永遠嘛 那它就會產生一個不斷的輪播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呢 我們也可以另外去選擇新增塗層 好 像這個我就點選之後眼睛全部關掉 這個就是完全全新的空的一個塗層 好 那在上面你如果說想要再去做出一些不同的內容 運用的話 那當然也可以再去選擇 好 比方說我們就 可以輸入一些簡單的文字 好 那這個字型的內容跟 顏色啊 那當然你都可以再去做一些 好 設計 好 那我們把它弄大一點好了 好 像這樣子 那文字的部分的話呢 同學也可以再去選擇 把文字面板叫出來 字與字之間的字句呢 同學也可以再稍微調整一下 好 那這樣很明顯的只會看到一個字 OK 那這邊呢 完成之後你就可以去選擇它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到 當你每次選擇新的文字之後 然後這前面的字就會一起跟得出來 有沒有 好 這個同學要特別注意到 你要一起去選擇它 好 那把這個文字眼睛關掉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的話呢 你就不會說欸 全部的字啊 都多一個我 有沒有 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前面這邊應該是不會有我的 好 應該最後這個才會出現這個我的字樣 好 那你再去選擇新增或複字 好 那這個字啊 你就可以再移動 好 到這個位置 好 然後再去複製一個 用這個方式啊 你就可以去 等於是新增空白銀格 好 這個 銀格的內容啊 非常多 好 就是看依照你個人的需要去 好 進行你想要的一個 好 當然這就是一些創意啦 運用啦 編輯啦 類似像這樣子 好 那所以整段的一個 好 這個要再移過來 OK 好 好 那這樣的話它就是完成一個 完整的一個整段的一個動畫 好 那這個動畫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呢 利用 好 這邊先暫停起來 檔案下面呢 可以選擇儲存為網頁與裝置用 好 那它如果你想要變成是GIF檔的話 同學請這邊選擇GIF 那原則上其他的部分都是暫時用預設值 好 那我們就可以按下存檔 我們暫存在桌面上 好 我們就按下儲存 按下確定 好 那回到我們桌面上來看 這邊呢 就做出一個小巷的一個GIF檔 我們把它用點開 用網頁點開 你會發現它這個檔案呢 確實 好 就依照我們剛剛的設定呢 好 全部都已經做出來了 好 那當然你可以 可以為給網頁用啊 或是一些即時通訊軟體 都非常方便